蒸熟的芋头跟肥瘦合宜的猪肉充分融合在一起 浓郁清甜的芋头香气 中和了肉的油腻感 两者搭配在一起意外的合拍 做出来的贡丸有个和美的名字 叫做玉剑贡丸 是团圆盆菜的重要角色 圆圆满满的盆菜 上层是明虾九孔鲍鱼 北菇跟玉米鸡 下面则是摆满了吸饱汤汁的大白菜 每个环节都紧紧相扣 让团圆盆菜零食饺的色香味俱全 我们特别要介绍就是 我们有一个盆菜 这个盆菜呢 它源自于就是香港人 他们早期在过年的时候 在早期那年代 可能都没有办法吃到比较好的 所以可能有一些菜味等等的 然后就会把它拿来全部和在一起 那慢慢的跟着实在的进步 大家也越来越富有了 所以吃的东西就开始升级 盆菜菜色呢 有特选的这个大明虾 然后另外是九孔鲍鱼 还有玉米珍珠鸡 另外呢 很特别的就是 由我们主厨特制的 用手工制作的这个 玉剑贡丸狮子头 这个名称大家听起来 里面就有芋头 然后呢 是有点类似像我们新竹的贡丸 这样的概念 那师傅加入了像洋葱啊等等 用手工去揉制它 然后呢再去把它烫熟 入到这个锅里面 所以呢大家除了吃到一些顶尖 顶级的一些食材之外 那这个贡丸 狮子头呢 也是在这锅里面 想要在过年的时候 让大家可以品尝得到 我们五星级 让在地的小吃能够升级 做的变化 除了好吃的黏菜跟盘菜 今年饭店还特别请来纸雕大师 洪新布跟德艺门生王威顺 为饭店带来几具喜气的纸雕作品 摆放在一楼的大厅 让出入饭店的人 都能感受到喜气的氛围 我们的手上的东西呢 基本上是一体可以成型 然后用扣就可以完成了 就是不用粘贴 这是其中一个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创新的方式是 像这个可能比较没有 可能之后会比较 会楼上可以看到 是我会做关节 一样用卡榫的方式 然后让这个生物是可以活动 对 我会希望是说 这个动物 我不要让它就是摆在这边 我希望是它可以活动 然后可以因为我到不同的地方 然后帮它换个动作 然后帮它拍个照 再过一个月就是农历春节 家家户户团圆吃年夜饭 是不能少的传统 把年夜者用心找出新创意 希望让消费者吃到美味 也看到用心 开破新竹林宝德 曾伟伦蔡文起采访报道